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又是什么人 我爹不是熊少 不是 那小子疯狂的吼着 似乎把憋在心里面的话全部吼了出来 你爹 你爹是谁 难道你爹是补家女婿 老张轻易的说道 我也被搞懵了 补家女婿不是诡异莫测的逃犯吗 他连老婆孩子都给烧死了 哪里又冒出来一个儿子 是的 我爹就是补家女婿 我是他儿子 是这个寨子唯一的活人 那个年轻人说到这里 脸色变得是极为的可怕 你 你真的是补家女婿的儿子 老张不敢相信地看着面前的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冷冷地说道 难道我还会冒从别人儿子吗 老张见他神情不像是假的 就问道 当初补家寨的人不是都被大火烧死吗 难道你爹说他喝醉了 都是假的 那位青年摇了摇头说 不 那天晚上我爹的确喝醉了 他醉到在牛棚 我正好去找我爹 外面忽然起了大火 我爹醉得醒不了 我太小也不敢出去 等我爹醒来之后 才发现所有人都被烧死了 他意识到可能是仇家故意纵火 就有意把我隐瞒了下来 对外面说所有人都被烧死了 就剩下他一个人 哼 所以我才能活了下来 没想到你们把我爹当凶手给抓了 居然判他死刑 实在是可恨 我们听了这位青年的话 无不感到震惊 如果当年纵火的不是他爹 那岂不成了暗中暗吗 你爹既然是被冤枉 他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是凶手 老张不急地问道 那位青年脸色冰冷得可怕 我爹不那么做 他就无法查出凶手是谁 怎么说 他逃走是为了嘴查凶手 老张始终盯着那个青年的眼睛 是的 我爹不可能白白地冤死 他为了我 他也要活下去 所以他逃了 逃出来后隐姓埋名 带着我在大山里面生活 从小叫我黑无数 为的就是寻找仇家 报仇血恨 那位青年是说得咬牙切齿啊 老张又问 既然他有冤枉 为什么不寻求警察帮助 他怎么没有求警察帮助 可是警察相信他吗 警察把他当凶手给抓了 判了死刑 还下了大狱 他如果不逃出来 那就是死路一条 那位青年说到这里 对我们是充满了恨意 你爹呢 老张问道 那青年的毛子忽然变得黯淡了 我爹 我爹被仇家害死了 你爹被仇家害死了 老张听了 是猛然吃了一惊 那位青年痛苦地说道 是的 我爹整整找了十几年 终于找到仇人 可是他还没来得及报仇 就被对方给害死了 那你的仇人是谁 为什么不早点说 让法律为你们主持公道 法律 这是灵机的事情 法律能管用吗 如果能管用 我爹就不会被你们冤枉了 那位青年恨恨地说道 的确 俗世的法律对这些修炼悬术的人形同虚设 他们杀人不会留下任何证据 俗世的法律根本无法约束他们 如果对他们用法律 那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老张说道 那你也不能采用这么极端的手段 炼制欺阳童子 你可知道你为了报仇 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儿童性命 那位青年沉默了 也许是良心发现 他的毛子有了一丝内疚 但是很快的 他的脸色就布满了怨度 我爹都被他们给害死了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 我不恋齐阳童子 我就报不了仇 老张看着这个青年的眼睛 发现他的眼神冷漠而又凶狠 也许他的眼里只有仇恨 他不会相信任何人 也不会对任何人产生同情 也许当年那场大火 在他的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随着他长大成人 仇恨已经在他心中开花结果了 既然你不相信法律 法律又如何替你组织公道 你不妨把仇家名字说出来 也许我会帮助你 老张看着那青年扭曲变形的脸 语调变得柔和了一些 那位青年说话的时候 他一直暗暗地观察他的神色 他发现那个青年不像是在说假话 他越听 心中越是震惊 如果这位青年说的都是真的 那岂不是一个天大的缘案 他现在有些开始同情这个青年了 你能帮我 不 你不可能帮我 你是来抓我的 那位青年充满了疑惑地看了老张眼 很快地又摇了摇头 孩子 你要相信我 我的确是来抓你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没人能够超越法律 你给我回去 把元雄说出来 我会替你主治公道 但是 你不说出来 法律就没有办法制裁他 老张是苦口婆心地劝说 不 我不能跟你回去 你是骗我的 你是在诱补我 我要是跟你回去 就会和我爹一样 被你们判处死刑 而元雄依旧逍遥法外 你们永远也抓不到他 那位青年是坚决地摇头 孩子 你错了 你不跟我回去 你也没有办法报仇 实话告诉你 我身边两位都是灵界的高手 他们不会再让你炼制西洋童子 你若是跟我回去 把事情说清楚 说出元雄是谁 我们会邀请这两位高手和我们一起 把真正的元雄抓捕归案 你才能够报仇许恨 不加纯的 那几十口人命才会在九泉之下明目 你弟的冤屈才可以得以昭许 否则 你不但报不了仇不说 你弟的冤案永远无法说清 难道 你就忍心让他一直做一个冤死鬼吗 老张是动智一情 小智一力 那位青年沉默不语 神色犹豫 不时地投眼看着我们 他知道我们不是一般人 如果是一般人 根本进不了这个院子 早就被他的勾名隐魂灯给熏晕了 既然能闯入院子 那肯定不是一般人 现在别说是炼制西洋童子 就是能不能脱身都不好说 炼制不了西洋童子就没有办法报仇 老张见他眼神飘逸 犹豫不定 直到他已经开始动摇 试探地往前走了一步 一脸温和地说 孩子 跟我们走吧 我们会替你主持公道 不 老张刚刚说完 那青年一声大喝 身形一晃就要逃走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们猝不及防 本以为他的思想松动不会再抵抗了 没想到他会忽然逃跑 我和老张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见黑影一闪 那青年人就没影了 紧接着 我感到身边一阵微风掠过 回头一看 黄武针也没影了 老张惊得是瞠目结舌 瞪着两只眼睛说 都 都跑了 我一见黄武针也没影了 顿时松了一口气 因为黄武针早就怨恨这小子在他洞口门前杀人 所以黄武针绝对不会让他跑了 我只是担心黄武针会伤了他的性命 于是鸡猛大声喊道 黄道长 气不伤他性命 老张听我这么一说 更是吃惊 他看着我一脸不解的说 那位黄道长 我怎么看着像 老张的意思是他看着黄道长有点像黄仙洞里的黄仙 但是却没敢说出来 他现在也知道机会了 我神秘一笑啊 天机不可泄露 你以后叫他黄道长就行了 老张一听 连连点头 我晓得 我晓得 功夫不大呀 我就听到不远处传来呵斥 走 乖乖的回去 若不是他们不让我杀你 我早就一把把你给掐死了 我一听啊 这是黄武针的声音 他已经把那小子给抓了回来 江明明急忙用手电筒一照啊 发现黄武针正掐着那青年脖子 一路就走了过来 等走到我们跟前之后 黄武针用手一推 把那青年一把推到老张面前 呵斥说 伏法吧 老张连忙掏出手铐来 把那青年利索的给铐了起来 然后呢 十分敬畏的对黄武针直拱手势力 多谢黄道长出手啊 黄武针皱着眉毛 看着明晃晃的手铐 他这种人 你给他带刑具有啥用 取了吧 老张一想 的确是没用啊 这小子他爹当年都下了死牢 对着几十斤重的手铐脚料 都说逃就逃了 那些刑具对他来说是形同虚生 这小子恐怕也得了他爹的真传 小小的衣服手铐 怎么能够把他铐住呢 想到这儿老张重新的又把手铐给他去了 因为啊他如果真的想跑 戴着手铐那也没用啊 黄武针看了看那个青年说 小子有老夫在 你就别想逃跑 说着走上前去 蹭的一下在青年头上拔掉一根头发 速度快的那是不可思议 那位青年疼得虚了一下子 抬头一看才发现黄武针只是在他头上拔掉一根头发 这位道长 今日栽在你的手里 要杀便杀 何必羞辱啊 那位青年是耿着脖子气鼓鼓的受到 黄武针冷冷一笑啊 从袍子里掏出一块黑黑的石头 我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块天然的磁铁石 他把那拔起的头发 掺在磁铁上 然后包进红布包里面 重新放入怀里 之后 慢条斯理的问道 小子 你所犯的罪行早就该杀了 只是轮不到我杀你 我杀你就造了杀业 所以我不杀你 但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你为何在黄仙洞口杀人呢 什么黄仙洞 早就不灵眼了 那位青年是一脸的不幸 黄武针脸色一红啊 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怒 但是很快又平息了下来 黄仙洞即使是不灵了 也轮不到你在那里随便杀人 黄武针又和声问道 道长 你是不是管得宽了点 我在哪里杀人 你管得着吗 那位青年虽然是跑不了 但是嘴巴还是很硬啊 黄武针盯着那个青年冷横的说道 哼 你是不是猎杀了两次小孩 感到害怕了 担心露出租私马迹 被人给查到 所以第三次猎杀小孩的时候 你就想到了黄仙洞 企图造成小孩投资贡品的假象 然后嫁祸给黄仙 那位青年一听 浑身猛然一震 脸上露出了惊骇之色 他惊恐地看着黄武针说 道长 敢问你在哪里休息啊 黄武针说道 哼 老夫就在黄仙洞休息 只是有时候人不在呢 很多人不认识我而已 那位青年一听 是大车一惊 脸色沙白 在那一瞬间 他已经知道眼前站的这位道长究竟是谁 这老道士不是人 正是黄仙洞里的黄仙 于是在夜顾不得许多 身心一闪 转身就跑 眨眼就不见了 我们本以为黄武针会去追他 所以谁也没动手 一起用眼睛看着黄武针 可是黄武针却是冷哼一声 并没有追赶的意思 黄道长 他又跑了呀 老张是急忙提醒 放心吧 他跑不了 黄武针说着 从怀里拿出那个 包着青年头发的红布包 呸的一声 对着那个红布包 吹了一口气 然后嘀嘀咕咕地 念了两句咒语 又把红布包揣进了怀里 黄道长 他跑不了 他已经跑了呀 再不追 就追不回来了 老张是一脸着急地 看着黄武针 黄武针微微一笑说 我说他跑不了 他就跑不了 再过一盏茶的功夫 他自己乖乖地回来 再过一盏茶的功夫 他自己能回来 不但老张不信 我也感到有点怀疑 就凭冲着红布包里的头发 吹上一口气 念几句咒语 就能把那小子给叫回来 因为那小子倒行不利 那么快的生法 这会儿都不知道 已经跑在哪里去了 这已经逃脱了 怎么可能会乖乖地回来呢 黄武针微微一笑 一步多言 席里一坐 盘着双腿说 莫要着急 我们等他一会儿 大家都感到有点好奇 但是又都不变多 老张掏出香烟了 一人给我们发了一支烟 只是这位黄道长不抽烟 老张呢 也不强求 点着烟 自己抽了下来 我们兴致勃勃地抽着烟 想看看 这小子会不会乖乖地回来 我们抽着烟呢 大约等了有半小时的时间 忽然看到远处 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正感到好奇呢 就见一个人影 跌跌撞撞地 就向我们跑了过来 仔细一看呢 正是那一位逃跑的青年 我们惊讶的是 目瞪口呆呀 还真的像黄武针说的 他竟然自己回来了 再一看 这青年完全变了样子 他大喊淋漓 拖着疲惫的身躯 身上好像背负着千斤重物一样 每走一步 都是非常的沉重 跌跌撞撞地 连腰都直不起来 一路上摇摇晃晃地 眼看要坠倒在地上 似乎已经是累到了几点 他跌跌撞撞地 走到黄武针的面前 扑通一声跪下 勾搂着腰 垂着脑袋 头发上的汗水 像雨滴一样 就滴了下来 小子 你不是能跑吗 咋不跑了 黄武针看着眼前的青年 冷冷地说道 道 道长 我越跑身上越重 就好像背负了千斤重物 再跑下去 我就要活活累死 跑了半天 没想我一睁眼 又跑了回来 道长 你法力无边 我逃不出你的手 你饶了我吧 我实在是撑不住了 那位青年跪在黄武针的面前 双手撕撕地撑在地上 背上好像真的是背负了千斤重物一样 若不是两手撑在地上 估计早就被压趴下来 黄武针是微微一笑 从怀中掏出红布包 说 亏你还有子智之名 这叫背山转向 我手里有你这根头发 立死你 你也跑不了 那位青年 嘶牙咧嘴 大喊咧咧地说 道长 我不跑了 我跑不了 就是死 我也跑不了啊 我看得是暗暗好奇 这青年背上 确实好像是背负了极重的东西 有一种不胜负荷的感觉 汗流浃背的是不忍目睹 我看黄武针也没做什么复杂的法术 只不过是把她头发缠在磁铁上 难道这磁铁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黄武针说道 好吧 既然你晓得你跑不了 我就解除你的痛苦 说着对着红布包里的磁铁 扑得又吹了一口气 随着黄武针一口气吹响 那小子的身体猛然一晃 一下子站直了腰板 就好像是一下卸掉了身上的千斤重物 浑身变得又轻松了起来 多谢道长 那小子联盟对黄武针是打工作医 黄武针看着小子说 我们不会给你带什么刑具 也不会限制你的自由 但是你要配合这两位公差 黄武针说到这里 忽然意识到自己说的不对 联盟改口纠着 只要你配合这两位公安办案就行 到时候你的仇人落入法网 你的大仇也就报了 你看这样可好啊 那位青年想着想说道 好吧 反正我也跑不了了 我已经犯了死罪 当初我选择炼制七阳童子的时候 就没想过要活下去 就是一条绝路 就算是我把七阳童子给炼制成了 报了大仇 我也没法再活了 因为七阳童子会反噬 报了大仇之后 他们会要了我的命 我知道早晚都是一死 只要能报了大仇 我死而无憾 如今 我已经无法再炼制七阳童子 只要你们能帮我报了仇 把真正元凶抓出来 判他个死刑 只要他死了 补家债的冤魂就能闭上眼 我愿意伏法令罪 黄武人叹了口气说 嘿 你也是可怜之人 既然如此 你就跟这位公安交代 只要你不打逃跑的主意 我是不会为难你的 说实话 事情到了这一步 我的心里面也有点不好受 按说这小子是残害儿童的恶魔 可是此刻我心中却对他恨不起来 反而对他是产生了几次怜悯 老张的心情比较沉重啊 孩子 你认识到这一点 很好 法不容情 你要报仇 天经敌 但是别人的命 那也是命 你不能不择手段的 那小子泪流满面 我知道 我已经错了 当时只想着报仇 没想其他的 我欠下的人命 恐怕 要用几次来还呢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老张叹息了一声 哎 没想到 补习斋纵火案 居然是这么大的缘 真正的元凶 还没有伏法 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呀 那位青年 摇里摇头说 我没有名字 我姐说 取了名字 仇家就会找到我 我就活不下去了 你没有名字 那 你爹 怎么称呼你啊 老张感到 有点奇怪 我有个乳名 叫哈丘 那位青年 沉默了一下 说道 哈丘 这个名字 有点怪异 应该是 深山中 苗明的名字 他们通常 以山名 寨名 为孩子取名 如果是一些 生疏怪癖的地名 取出来的名字 自然就比较怪异 老张点点头说 哈丘 你竟然 恋着七阳童子报仇 自然知道 仇家是谁 这个仇家 你确定 就是捕家寨 纵火案的元凶吗 是的 就是他 五爹 查了十几年的时间 绝对不会搞错的 哈丘苍白的脸上 露出了青金 当年 当年在捕家寨 纵火的元凶 到底是谁 老张问他 哈丘说 是我外公的仇家 他们因为争夺 矿山结缘 可是 谁都没有怀疑到他 因为他势力很大 又是哈门县的首富 哈门县的首富 此人究竟是谁 老张听了 这哈丘的话 顿时愣了一下 哈丘 一字一顿的说 此人 就是仙人大代表 波扎 朗达 大家一听 都是吃了一惊 看来此人 也是妙命 而且是仙大代表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代表的身份特殊 不能够说抓就抓 正要逮捕此人 还得是一些 复杂的手续 批准了才行 也就是说 现在的代表 和过去 有公民的人一样 身上有官府的护身符 即使是 他们犯了王法 要查办他们 还得报官申请才行 否则 那是动不了的 老张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凝重了起来 他觉得 这个案子有些棘手 于是 点了一根烟 慢慢地抽了起来 怎么 你们也动不了他 哈丘 一脸担忧地盯着老张 我真是太傻了 怪不得我爹 当年会被冤枉 哈丘见老张 沉默不语 情绪忽然变得 有些激动了起来 老张说道 哈丘 不是我们动不了他 我们需要调查 需要证据 只要是 有证据能够证明 他是当年的元凶 我们一样会法办他的 老张毕竟是 专业的刑警 他不可能 就凭哈丘的一句话 就把 波扎朗达 当嫌疑犯给抓起来 况且 他还是人大代表的身份 不能够 随意地传唤 要调查 也只能是暗中调查 证据 哪来的证据 当年都没有证据 时隔这么多年 你让我去哪里找证据啊 哈丘的情绪 变得更加激动了 老张说道 哈丘 不要冲动 这个案子 很是复杂 我们不是不敢抓人 是必须要 搞清楚之后 才能抓人 既然没有证据 你爹又如何知道 他是当年的元凶呢 我爹 哈丘说到这里 迟疑了一下 我爹不会冤枉的 否则 怎么会查了十几年 才确定是他呢 老张说道 那你爹是如何认定 他是纵火犯呢 我外公死了以后 他家的矿山 全部被这个人吞并了 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 哈丘是气呼呼地说道 老张摇了摇头 这个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 去定案 只能够作为动机去查案 但是最终还是要看他 有没有作案的证据 难道你爹就凭这个 判断他是当年的元凶 我爹当然不是紧靠这个 这只是推断 我爹掌握了确凿的证据 哈丘是理直气壮地说着 确凿的证据 什么证据 老张听了哈丘的话之后 眼神里面神采一闪 他并不惧怕这个代表的特殊权利 而是担心没有确凿的证据 把他定罪 哈丘说 是他小舅子 亲口承认的 他小舅子 当年受他指使 亲自参与了纵火案 在除夕晚上 趁补鸡寨 家家户户都在吃团圆粪的时候 他们悄悄地把房门反扣 那些木楼土楼 一点就找 他们把寨子里面的人 活活烧死在寨子里 然后家伙给我爹 他小舅子亲口承认 他小舅子是怎么承认的 难道他小舅子和他不合 老张感到这里面会有一些问题 哈丘说道 不是不合 他小舅子对他太忠诚了 所以才亲自参与了纵火案 那这种事情应该是他们的秘密 又怎么会告诉你爹呢 老张觉得很是奇怪 哈丘点点头说 你说的没错 这是他们的秘密 打死也不会说的 我爹早就怀疑他们 可是一直没有证据 哈丘说到这里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不说了 那就奇怪了 既然是他们的秘密 打死都不会说 又怎么会告诉你爹呢 难道他疯了 老张紧紧地盯着哈丘 越发的觉得有些奇怪了 我爹 我爹 哈丘吞吞吐吐的欲言又止 他被老张的目光逼得实在是没有办法 忽然把头一扬 跟着脖子说 我爹用的手段 都用了重醒 重醒 听了哈丘的话 所有人都是一愣 无不是面露巨色 大家都知道 苗人 善是刑具 在远古三妙时期 苗满族就发明了 忤逆之行 名叫 歌义 就是切鼻子 还有切耳朵 还有 耳 意思是 杰族 也就是砍腿 拙 拙音 又名 公刑 穷刺脸 就是在脸上呲呲 大屁杀头 砍脑袋 这些刑法 后来被历代王朝所借用 形成了有体系的刑法制度 但这些 远远不能够体现苗民刑法的残忍 还有毒辣 最能够代表苗民刑法的 那就是虫型 这种被施以刑法的虫子 不是一般的虫子 而是专门训养的蛊虫 大多数 训养的蝎子 蜈蚣 毒蛇之类 虫型 极为的残忍 不知道 比那无孽之型 毒烂了多少倍 只要在嫌犯嘴上 强行喂一把虫子 嫌犯就会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五脏六腑 被无数虫子 撕咬吞噬 就是 铁打金刚柱的汉子 那也得乖乖的求饶 没有逼不出来的口供 怎么说 你爹 用残忍的虫型 逼供 老张 听了哈丘的话 也是暗吃一惊 哈丘说 这不能怪我爹残忍 我爹也没有办法 你知道 苗人 汉子 都是铁打的 想从他们嘴里 掏出口供 太难了 无奈之下 我爹用隐魂灯 把那个人的小舅子 录到深山 然后 用虫型 逼出口供 这才得知了 事情的真相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 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老张听了 是大为好奇 他摇了摇头说 这样取得的口供 恐怕 也难以得到 法律的认可 那人小舅子呢 死了 哈九 轻描淡写地说道 老张眉头一皱啊 吃惊地问道 死了 是 你爹杀的 哈九说道 即便我爹不杀他 他也活不了 因为 受过丛行的人 五脏已经腐烂 想活也活不了了 江明明 连连说道 可惜可惜 要不然倒是 可以传来问一问 哈九冷横说 哼 你觉得 这种人能问出什么来 他自己就是 杀人凶手之一 如果他现在没死 早就反共了 哈九的话 和他的年龄 有着不相称的深刻 平心而论 只要是 实际或性命攸关的事情 用常规的询问方法 任何人 都不会招共的 如果此人没死 现在询问他 有没有杀人 他必然会翻共的 因为 在重新的折磨下 明知是死 也要招共 求个数死 来个痛快的 因为 死并不可怕 生不如死 才是最可怕的 还有其他证人吗 当年 参与纵火的 应该也不是他一个人吧 老张问他 哈九说 当年 不是他一个人 他还供出了几个帮凶 可是 我爹 在找这些帮凶的时候 受到暗算 后来这些帮凶 都在惊慌 莫名其妙的出了意外 全部都 死于狂难了 听了哈九的话 我暗暗吃惊 这个 波子朗达 他果然是阴狠毒辣 居然连他的帮凶 都全部灭口了 也就是说 当年参与纵火的 没有一个人 活了下来 怎么说 所有的线索 都被掐断了 老张忽然 猛声问了一句 是的 波子朗达 是一个狡猾的人 所有的帮凶 都死于非命 但是 他无法掩饰 他就是真正的元凶 哈九是狠狠地说道 老张沉吟了一会儿 又说道 话是怎么说 可是 没有证据 怎么定他的罪呢 这样吧 你先跟我们回去 那个 波子朗达 我们会先调查一下 再说 毕竟 我们现在 只是听了你的一面之词 你们真的 能动他吗 哈九有些不相信地 看了老张一眼 老张说道 你放心 他不就是一个 小小的县代表吗 就算是省代表 犯了法 我们一样办他 老张倒不是吹大话 以他的个性 如果证据成立的话 即便是省代表 他也敢去叫办 可是 现在的问题是 没有证据 县代表 他也没有办法 哈九听了老张的话 似乎放心了一点 就跟着我们 一起离开 补家寨 当天晚上 我们就乘车 前往了哈门县了 一路上 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儿童诡异死亡案 算是告破了 但是 却牵出了另一桩 更为复杂的案子 老张的脸 绷得紧紧的 一路上 也很少说话 哈九也沉默不语 没有人知道 他在想什么 我们回到县公安局 为我们安排的招待所里 小睡了一觉 就天亮了 第二天 老张对我们说 你们先在宾馆休息 我们去摸一下 那个脖子朗达的底 说完 就带着江明明走了 宾馆里 就剩下了 我和黄武真 还有哈九 黄武真 在另一个房间里打坐 似乎 一点也不担心 哈九会逃跑 事实上 哈九一直睡着 没有起床 遇到黄武真 他是真的死心了 知道自己 根本逃不出去 所以根本 也没有存了逃跑的心思 我们等到下午的时候 老张和助手江明明回来 他看了一眼 哈九说 我们了解了一下 这个脖子朗达 他的确是 哈门县的首富 县代表 开金矿起家 乡里的很多路 都是他捐款修的 官面上的口碑 也非常好 但是 在民间 似乎不愿意多评价他 此人究竟 有没有犯罪 我们还需要深入的调查 哈九冷笑一声 你们看到的 都是表面上的东西 老百姓不愿意说的 是因为不堪说的 谁不知道 他是哈门县一霸 老张说道 这些 我们都会调查 如果 他真的是你说的元凶 我们肯定不会放过他 哈九不懈的 转过身去 往宾馆的沙发上一躺 不再搭理老张 也许在他看来 老张这种调查 纯粹是浪费时间 毫无意义 但是 老张是刑警 他不能够 偏听一面之死去办案 他需要 方方面面的 去了解这个 波子朗达 然后 才能慢慢分析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没有犯罪的动机 但是 究竟有没有犯罪 还需要证据 去进一步证明才行 但是 老张有老张的办案程序 他仅用了三天时间 就摸清楚了 波子朗达的底细 事实上 他表面上的名声很好 民间的口碑 却很差 可以说是 横行相礼 无恶不作的人 但是 却从来没有人去告他 也许 那些苦主知道 告他也没有用 有人甚至说 他不属于公安局管 这 也就是说 警察根本 就没有权力管他 这样的人 如何能告呢 虽然老张知道 波子达朗 是一个伪善的恶人 但是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他有犯罪嫌疑 若是普通人 还可以传唤到警察局问问 当面呢 试探一下虚实 可是 这个人是人大代表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老张也没有资格传唤他 更别说 采取强者的措施 要抓他 公安还真的没有权力 必须报请人大常委会批准才行 这么批他一点事 如果这么一折腾 早就打草惊涉了 后面还怎么查呢 所以 老张是干着急 没有办法 在宾馆里 一只接一只的抽着门烟 警察大叔 不是我泼凉水 你们这样 查不出什么来 哈丘冷冷的说道 案子没有突破口 老张心里面正烦 见这小子冷言冷语 心里面更是冒火 忍不住呵斥说 你小子闭嘴 没有证据 你又能怎么样 大叔 这么找证据 恐怕一辈子也找不到 不如 哈丘说到这里 忽然不说了 脸上露出了一丝 诡异之色 老张本想发火 忽然见到 哈丘一脸诡异之色 就按下火气说 你有什么办法 哼 用 隐魂灯 哈丘试探着说道 什么 你要用隐魂灯 老张吃了一惊 哈丘说 你知道 他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怕 补家寨的阴魂 怕补家寨的后人 所以 他一辈子 都不会到补家寨去 只要 让他到补家寨去一趟 他就没办法 再保持阵地 那里 有十几个冤魂 等着索命 他惊慌之下 必然会露出破绽 这就叫 做贼心虚 老张一想 也有道理 就问他 那怎么 才能让他 去补家寨一趟呢 哼 简单 隐魂灯 要想把他弄到补家寨 只能靠隐魂灯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 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隐魂灯 你能靠隐魂灯 把他引到补家寨 老张一脸好奇地 看着哈丘 因为 他见识过隐魂灯的邪门 看一眼 就会莫名其妙地被迷惑 稀里糊涂地 就跟着走 一般人 根本没有抵抗能力 不能 哈丘非常坚决地 摇了摇头说 不能 隐魂灯 确实很邪门啊 老张感到有点疑问 我们呢 也感到很是奇怪 不解地 看着哈丘 哈丘说 隐魂灯 只能对一般的人起作用 波扎朗达 也属于是 黑苗部落出来的人 自然 也懂一些黑巫术 隐魂灯 要想对他起作用 必须要把他的生辰靶子 写进勾魂符 做成灯芯才行 可惜 我不知道 他的生辰靶子 如果我知道 他的生辰靶子的话 早就勾了他的命了 老张说道 哦 那还不简单 打听一下 他出生年月日 那不就得了 哈丘听了 要了要头说 警察大叔 如果这么容易 我早就要了他的命了 普通人 根本不知道 生辰靶子的重要性 很容易 就被打听出来 但是 懂玄书的人就不一样 他们会把生辰靶子 看得比命一样重要 轻易 不可能泄露出去 生怕被仇姐知道了 用来扎指人 使用 针头七剑的法术 夺命勾魂 我打听了这么久 都没有打听到 他的生辰靶子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 打听得到呢 老张听了 轻描淡写的说道 这有什么难的 他总有虎口本吧 虎口本上 出生年月 写得清净楚楚 回头 我让户籍警 给你弄一份过来 没想到 哈丘还是连连摇头啊 没有 谁能保证 虎口本上写的信息 都是正确的 很多人 把性命年龄 都给报错了 再说 那虎口本上 只登记了 出生年月日 没有出生时辰 怎么能够知道 他的生辰靶子呢 老张抓了抓脑袋 哎呀 还这么复杂 我以为 有个出生年月日 就行了 我无声地笑了起来 老张不懂悬术 对靶子没有概念 他哪里知道 只有出生年月日 没有时辰 是没有办法 排除靶子的 江明明说道 那咋办呢 只能是 找他家里面人 或者亲戚问问了 老张瞪着江明明说 你小子 怎么那么笨 刚才博士说了吗 人家 把生辰靶子 看得和命一样重要 你即便去打听 人家也不会 全部告诉你 最多 告诉你一个 出生年月日 这或许都是公开的 我告诉你 时辰 有个屁用啊 江明明 被老张一顿的喝止 顿时不吭声了 我没想到 老张这么严谨的刑警 这会儿也成了半个神棍了 我倒是有个办法 此人做了这么多恶事 必然心中有鬼 今日天色已晚 不如早点休息 明日老夫去试探一下 或许就能有所收获呀 一直没有说话的 黄武针忽然说道 大家一听都不吭声了 因为黄武针的道行 在这里是最高的 要查出一个凡人的生辰拔子 对他来说 应该不是难事 第二天一早 黄武针早早起床 他向老张打听了 脖子打朗的住处 然后就跟我说道 道友 咱们走上一趟 我正闲得没事 就和黄武针一起出门 想看看 他是怎么样 打听人家拔子 出了宾馆大门 黄武针从袍子里 拿出一个灰波打脸 往肩膀上一搭 我一看搭链上 绣着几个大字 侧生死 断吉凶 既是救难 再一看黄武针呢 还真的是颇有几分 先锋道骨的模样 糊涂就是一个算命先生 我一看就明白了呀 顿时黑黑一笑说 黄道长 原来你是要直钩钓鱼啊 黄武针鬼迷一笑说 天际不可道破呀 除了宾馆 上了大街 向脖子打冷的锁住方向走去 一边走 一边漫条丝里的喊道 测生死 断吉凶 既是救难 百事百业 不要钱 黄武针一喊呢 路人都觉得很是奇怪 纷纷的足足观望 而黄武针目不斜视 脚不停步 一边走 一边喊着就往前去了 因为黄武针并不是在路边摆摊算命 而是一边走 一边喊 所以路人只是觉得好奇 半信半疑之下 并没有人找他算命 黄武针也并不想真的在街上算命 他的目的是要查出波兹达朗的生辰靶子 所以就静止奔向了波兹达朗所居住的那一条街道 到了波兹达朗居住的街道之后 黄武针又开始喊了起来 测生死 断吉凶 既是救难 百事百业 不要钱 有缘测一个 无缘 对面过 黄武针在这条街上的唱词又不一样了 除了前面的开场白 后面还加了几句词 我就知道他这是要在这条街上大显神通了 古人呢 黄武针后面加的两句唱词成功的吸引了路人 路人见他有几分先锋倒鼓的样子 又见起行为一语常人 以为遇到了真人 这种机缘那是十分难得 不可错过 一些有心的人就围住他问起事了 这些人问的事都是一些很琐碎的事情 比如什么时候得的姻缘 什么时候能得财富 什么时候天丁尽口 生儿子还是圣棍女 都是俗世凡人的红尘所至 黄武针一一作答 吉凶祸福信口道来 而美美又是神艳无比 背色之人 信服口服赞不绝口 以为是遇到了神仙 不大一会儿的功夫 整条街的人都知道来了一个能掐会算的老神仙 纷纷的过来看热闹 黄武针也不多算 算完一个转身就走 而且是分文不拒 走几波再算一个 就这么一群人跟在他屁股后面 一路走到了波子打朗家的大门旁边 黄武针索性一屁股坐了下来 寒门县首付的家自然是不同一般 建的是高大别墅 非常气派 不过波子打朗家的别墅和一般的别墅不一样 虽然呢 是现代建筑 但是却融入了毛家吊脚楼式的建筑风格 看起来是非常的独特 黄武针坐下之后 一群人又围过来找他算命 因为人人呢 都说他算命很准 所以大家非常好奇 人事越举越多 叽叽喳喳的非常的热闹 不大一会儿 这栋别墅里面走出了一个珠圆玉润的女人 悄悄地站在黄武针的身边 好奇地看着他给别人算命 见黄武针每说一句话 对方都是连连点头 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不住地赞叹黄武针 说他是活神仙 那女子看了一会儿也忍不住了 不由得动用下身子问道 先生能给我算算吗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黄武针抬头 看了一眼女人说 你啊 吃穿不愁 生活富裕 但是 黄武针说到这儿 忽然扎住话头不说了 那女人一听是甚为着急 一脸紧张地说 先生 我现在生活还算如意 以后莫非有什么不好 黄武针看着女人的脸 沉吟地说道 你的命不做 父亲也很富裕 不过 其为富贵 你的命运都在你夫家身上 夫家好 你的命就好 反之嘛 先生 那就不算我的了 给我老公算算 算算他的命运好不好啊 那位女人士连忙说道 黄武针看着女人说 你丈夫那可不是一般人呢 前几年发了横财 这几年有点麻烦 不过还算是平稳 以后那可就难说了呀 那女人听了 灭露惊讶之色 十分担心地看着黄武针说 先生 麻烦你给我老公算算 以后的运势可否吉祥 是不是不好啊 黄武针看了一眼 那女人神色 心中呢 便明白了七八分 于是就问道 你丈夫贵庚啊 那女人一听 连忙把她丈夫的生辰把子 给包了出来 黄武针闭着眼睛 算了算之后 忽然睁开眼睛说 还是劝你丈夫多做好事 这几年不太顺利 皆因为运勤债主 上门讨债呀 这女人一听 吓了一跳 顿时脸色煞白 一下子愣在原地 黄武针起身欲走 那女人忽然又反应了过来 连忙拦住黄武针说 先生莫走 此事可否讲得明白一些 能否化解啊 嗯 天际不可泄露 我已经说的够多了 至于化解 只能看她的造化了 俗话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啊 黄武针说完 直接离开了 丢下了一群 看热闹的人 我暗暗佩服黄武针的精明 不愧是修炼了 那八百年的老狐狸 这么轻而易举的 就套去了 波子达朗的生辰拔子 还为她的女人 种下了心魔 不用说 这女人就是 波子达朗的老婆 她一定会把 黄武针说的话 传达给她的老公 波子达朗 而波子达朗 烧了补家寨 几十口的人命 心中肯定有鬼 听了这番话 更是心虚 这样 她就会心神不宁 方便下一步 使用隐魂灯 把她 引到补家寨里 毕竟 波子达朗 也是懂一些悬术的人 要想把她给拘走 不提前种下心魔 那是不行的 回到宾馆之后 黄武针 把波子达朗的 生辰八字交给哈九说 害人的事 我就不做了 留给你吧 哈九苦笑的说道 反正我已经成了恶人 就让我这个恶人 做到底 老张盯着哈九说 你有没有把握呀 有 不过这个法术 在这里没法施展 只有回到补家寨 那才行啊 因为隐魂灯 需要石油才行 这里的确是 没有办法 满足这个条件 只有补家寨 还有哈九炼制的石油 所以 要想使用隐魂灯 只能是 回到补家寨才行 老张点点头说 好吧 今天 你就回补家寨 晚上 我让你冒险试一次 看看 能不能把它给拘来 我看老张啊 这也是没办法了 否则 他绝对不会采用 这种手段 还有一个原因是 老张对这样的事情 非常感兴趣 他想看看 哈九的隐魂灯 到底 有没有能力 把脖子打冷 给拘过来 于是呢 当天下午 我们带着哈九 再一次 悄悄的来到了补家寨里 到了补家寨 天色已经黑定了 哈九打开 那一扇破旧的木门 屋里 一股腐朽阴森的气味 扑灭而来 屋子里面 黑咕隆咚的 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站在门口 没有进去 因为 总感觉里面 是阴气逼人 也许 长期 没有人居住的原因吧 哈九很熟练的 在里面 摸出了一根蜡烛 点着了 然后 又对我们说道 这屋子里太脏 不能带人 我们 在院子里吧 由于隐魂灯 已经被老张给打烂 需要重新再做一个 不过 这倒不难 哈九点亮蜡烛之后 很快的 用竹镊子 又扎了一个灯笼骨架 然后 用一块黑纱布 给蒙在上面 灯笼的外罩 也就算是完成了 然后 哈九点了三根香 嘴里面 不知道念叨着什么 接着 用朱砂 在黄纸上写下了 脖子塔朗的生辰靶子 又在上面 画了一个大大的勾魂符 带朱砂自己完全阴干之后 遮点成灯芯 然后 在一个小玻璃瓶里面 装上石油 把写着 脖子打朗 生辰靶子的勾魂符灯芯 置入油灯之内 然后 点着了隐魂灯 警察大叔 你们最好 站在灯笼后面 否则 对你们不好 哈九好心的 向我们提醒 老张一听 就知道这小子 要开始勾魂了 联盟和江明明 站在灯笼后面 我和黄武针 也站在哈九的背后 看他 作发隐魂 点燃隐魂灯之后 哈九端来了 一盆清水 把点燃的隐魂灯 放在水盆里 那隐魂灯 就飘在了水面上 然后 他又在水盆旁边 放了一圈蜡烛 就坐下来 念念有词的 念叨了起来 我心里面 暗暗奇怪 难道他这么念叨 就能把波子达朗 从县城给念叨过来 毕竟 波子达朗 也是黑苗部落出来 自然呢 也懂得一些巫术 恐怕 没那么容易吧 我对巫术 了解不多 只是听说 有千里勾命夺魂之术 但是 现实中 从来没有遇到过 如果哈九 真的就靠着这个隐魂灯 把那波子达朗 从县城居来 这 我也算是开了眼界了 哈九嘀嘀咕咕的 念叨了十几分钟 水盆里面 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我感觉到 有点失望的时候 忽然 飘在水面上的油灯 轻轻地晃动了一下 就在 这灯油晃动的一瞬间 我看到 哈九的眉头 也动了一下 脸上露出了 一丝心细 这盏隐魂灯一动 意味着 被勾魂的人 心思也动了 哈九嘴里面的咒语 念得更快了 并且配合着一些 很古怪的手势 那盏黑色隐魂灯 就在水盆里面 颤颤悠悠地 摇晃了起来 就好像是一艘 技枪起航的小船 不大一会儿 这盏小小的隐魂灯 在水面上 就浮动起来 并且绕着水盆 慢慢地转悠 看起来 是十分的诡异 因为 周围没有一丝的风 水盆里面的隐魂灯 完全是无风自动的 我暗暗吃惊 知道那是哈九 咒语魔力的作用 水盆里面 动的不是隐魂灯 而是波子达朗 因为用他的生辰拔字 做了灯芯 他的任何动态 都可以很直观地 在隐魂灯上显示出来 甚至包括他的心理活动 从隐魂灯 转作的情况来看 波子达朗 应该已经离开了家 开始上路了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 正在向我们这边走来 所以感到非常的好奇 哈九的咒语 念得更加卖力了 他已经不是 盘腿坐在地上 而是站起来 手舞足蹈 行为是十分的怪异 老张饶有兴趣地 看着哈九卖力的做法 他想看看 这小子到底是垂牛逼 还是真的 能把那人给勾来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我们都抱着 半信半疑的态度 怀着墙里的好奇心 看着哈九 在那里又蹦又跳的做法 这时候 隐魂灯 已经在水盆里面 快速地游动着 围着水盆 转着圈 看起来 是极为的诡异 大约过了 有两个小时左右 哈九已经跳得 是满头大汗 头上冒出了 阵阵的白气 低头一看 水盆里的隐魂灯 已经不再旋转 而是 一颤一颤地 在摇晃着 他来了 哈九脸上 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喜 他来了 难道 波子打朗 真的被他拘来了 我们好奇地 香四周看了看 却是 什么都没有发现 哈九又重新地点燃一炷香 然后 烹着香火念叨着 爹 娘 老爷 补给债的 所有怨灵们 仇人来了 你们不要挡着路口 让他进来 哈九 连着念叨了三遍 念叨完之后 周围忽然起了一阵的阴风 我立即看到 周围是阴气聚集 气氛诡异 警察大叔 你们还是先躲在暗中 你人马上就来了 哈九对我们说道 我们一听了 心里面一阵的兴奋 连忙藏在了哈九身后的暗中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左右 我们就听到了门外的脚步声 这脚步声有些呆滞 不像是正常人的走路 我急忙的向院门口看去 发现一个高大的黑影 正矗立在那里 直愣愣的看着那一盏隐魂灯 我大吃一惊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哈门县首富 那个被叫做脖子打朗的县代表 他的神情有些恍惚 就好像是喝醉了酒一样 摇摇晃晃的 有点站立不稳 他直愣愣的盯着隐魂灯 看了几秒钟之后 眼神开始散光 变得是虚无而且缥缈 忽然他猛地甩了一下脑袋 身体晃了一下 但是很快地又稳住了身子 眼睛里面的光泽又举起了起来 狗鸣 眼魂灯 没想到脖子打朗在关键时刻 竟然清醒了过来 认出了眼前的黑灯了 他忽然双目圆正 用手猛然一指哈九说 你是谁 竟敢用狗魂引命灯来害我 黑苗部落的苗明汉子 大多数都会一些侮辱 脖子打朗也不例外 他居然能够在魂魄被勾的情况下 恢复意识 说明并非是泛泛之辈 哈九目光阴冷 一脸愿度地说 我是补救外生 你是补救外生 你 你不是烧死了吗 脖子打朗大吃一惊 我是烧死了 我是被你给烧死了 哈九的脸变得猙獰可怕 发出了一阵阵阴冷的凝笑 脖子打朗意识到情况不妙 转身想跑 可是刚一转身 猛的又退了回来 脸色也变得扭曲恐怖了 我仔细一看 原来在他的面前 无声无息地出现了一群黑影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都有 一个个目光阴冷 面色惨白 死死地挡住了他的去路 正是补救债被烧死的几十个原理 脖子打朗一边后退 一边向着那群冤魂求饶 方圆你 没那么容易 你当初为什么 要害死我们脖子斋 几十条人命 哈九是立声问道 当初 当初我也没办法呀 谁都知道 大梦洞矿山 那是最好的 我如果不想办法 根本竞争不过你们补家 如果你们补家人 得到那片矿山 我就死定了 因为我在外面 借了高利贷 全指着大梦矿洞山 给翻本呢呀 脖子打朗 在青黄之下 口不择眼 把当年的真相 全部都说了出来 你真狠毒 为了得到大梦洞矿山 你就忍心对我们所有补家人下毒手 哈九惨白的脸色 显得是十分的可怕 脖子打朗 装着胆子说 没办法呀 人不为己 天主地灭 我也不想死 所以求你们原谅我 我会给你们烧纸钱的 要多少 我给你们烧多少 纸钱元宝 锦铜玉女 汽车楼房 应有尽有 我都可以烧给你们呢 你们在下面 好好滚日子 何必纠缠我呢 呸 你简直是和我言无耻 你还死了这么多人命 以为烧点纸钱就行了 哈九是怒声骂头 脖子打朗 以为这些人人影 不过是鬼魂 渐渐地镇定了下来 脸色一变 耍起了横 那你们想怎么样 给你们烧点纸钱 不让你们做孤魂仪鬼 也就不错了 如果再纠缠不休 别怪我不客气 哈九听了说道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你杀了这么多人 我要送你上法庭 让王法制裁你 让王法来制裁我 就凭你们这些个死鬼 哈哈哈哈 脖子打朗 是不屑的大笑 哈九冷冷地说道 哼 谁说我们是死鬼 我是人 补家的外甥 补家债 唯一的活人 就凭你刚才的话 就可以送你进监狱了 你是活人 你真的还活人 脖子打朗 一脸疑惑地看着哈九 一时搞不清楚 他究竟是活人 还是死人 其实 脖子打朗也活着了 如果哈九当初被烧死了 就不可能长这么大 只是 他今天找了道 大脑不清楚 竟然呢 一下想不到这个问题 我当然是活人 当年那场大火之后 只有我和我爹活了下来 我爹为了保护我 故意隐瞒了真相 说我也被烧死了 只可惜 你又害死了我爹 你若不服法 千里难容 哈九是 狠声说道 原来你没死 你那个爹 还真有一手 把你藏得够深的 不过 你就算是个活人 又能怎么样 我现在是现代表 谁敢动我 我修了多少路 卷了多少款 你以为是白卷的 县里面的领导 哪个不认识我 谁不卖我几分面子 你说 我烧了补家宅 笑话 谁能相信你 你一个小猫孩 拿不出证据来 凭什么要来搞我 脖子打朗 冷笑地说道 你刚才说的话 就是证据 就凭这些 我就可以拘留你 老张见到 脖子打朗如此嚣张 实在是人无可忍 忽然腾的一下子 就站了出来 嗯 你是那根葱 还想拘留我 脖子打朗一愣 他没想到 还有第二个活人 老张说道 我是警察 我可以证明 你刚才说的一切 你已经涉嫌谋杀 是的 我们都可以证明 我一看老张 已经站了出来 就和江明明 黄我真 一起站了出来 脖子打朗 有点傻眼的 他没想到 这里埋伏了这么多人 他愣了一阵之后 忽然又怪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哎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脖子打朗 忽然爆发出一阵的怪笑 我还以为他发神经了 谁知道他笑够了之后 冷冷地说道 原来你们在这里设了圈套 我说今天怎么神志不清呢 原来是你们在捣柜 谁能证明你们是警察 警察会用这么下三乱的手段 对付你这种人 就是要用下三乱的手段 我告诉你 我还真是警察 不是你们县里的警察 我是省刑警队的警察 老张一气之下 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直接亮出了自己的身份 省刑警队的警察又怎么样 省刑警队的警察就牛逼了 你们这一套不合法 就凭我神志不清的情况下 说出的话能当做证据吗 我不告你们 那就拨错了 一个刑警人员居然指使神棍 用巫术陷害我 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 脖子打朗不但不惧怕老张 而且还咄咄逼人 老张竟然是一时余色 这个办法办案确实不高明 老张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大脑发热 才默许了哈九的建议 平时绝对不会这么干的 现在被这个现代表抓住把柄 一阵的抢白 顿时居然没了招法 你叫什么名字 你当的什么警察 你侵犯了我的人身权力 我要告你 明天我就让律师给你们单位发律师函 你说我是起诉你 还是起诉你们单位呢 脖子打朗盯着老张 咄咄逼人的说道 老张的脸色很是难看 但是却一声不吭 我没想到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 意识到老张闯祸了 今晚这个现代表说的话的 肯定是没办法拿到法庭上当证据的 因为这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不能够算是合法的证据 反过来他还会起诉我们 用巫术陷害他 如果真的要打官司 我们输定了 我倒是无所谓 大不了拘留我几天 罚点钱了事了 老张可就倒霉了 搞不好连工作都要丢的 脖子打朗狠狠地扫尸了我们眼说 你们等着吧 人人都有份 全都跑不了 敢跟我作对 有你们好果子吃的 说完了转身就要离开 我心里已经这下坏了 我们算是把这个现代表给得罪了 他回去肯定是要报复我们的 站住 就在脖子打朗抬脚要离开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身后传来一声爆喝 脖子打朗回头一看 发现是哈啾 于是就冷笑地说道 小子你想干什么 等着坐牢吧 想让我坐牢 你没机会了 哈啾这一声冷哼 脸色忽然变得极为的猙獰 飞快地逃出一张黄色符纸塞进嘴里 一阵的取绝呢就吞咽进了肚子 随即大声喊道 爹 娘 老爷 补家寨的所有远灵们 如今仇人就在眼前 我却无力为你们报仇 我愿意以命换灵 你们都回来 报仇 报仇啊 哈啾连声地喊了几遍之后 忽然嘴角流出了紫黑的血液 咕咚一声就倒了下去 顿时没了气息 显然是已经死了 我没想到哈啾会做出这样异常的举动 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已经死了 脖子打朗冷漠地看了一眼说 哼 死得好 省了我的事了 不死两厉 树文正打算转身离开 可是 没跑出几步 就有无数的黑影扑倒在地 迅速地被一团黑气给裹了起来 这些鬼影 其实就是布局寨的怨灵 此刻他们 已经不再温和 就好像是疯了一样 全部变成了恶灵 发出了各种凄厉的怪叫 在脖子打朗身上 撕咬个不停 就好像是无数只老鼠 在打架争抢食物一样 按说 这脖子打朗也懂些悬术 可是 此刻却是毫无招架之功 被这些恶灵 撕咬得是残叫不停 哭爹喊娘的 大喊救命 声音凄惨的 那是不人耳闻 我们只好捂住耳朵 闭上眼睛 装着 没有看到 大约一分钟过后 声音平息了下来 我们睁开眼睛一看 周围的阴森黑气 已经散去了 我们大着胆子 走到那脖子打朗的身边 发现他 发现他伤痕累累 体无完肤 早已毙命了 连舌头都伸出来半尺肠的 虽说 这货是罪恶累累 死有余辜 但是 这种死法 也太恐怖了 我的天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两个人都死了 老张看来 是吓了一跳 我摇了摇头啊 也感到是 十分的迷茫 因为 不超过三分钟 两个人都死了 哈九的死法 很是诡异 吞了一张符纸 就莫名其妙的死了 紧急着脖子打朗 就被一群恶鬼给掐死 所以 我也搞不清楚 是怎么回事 黄武臣叹息了一声 哼 可怜呢 这个 叫喊殷亲 那玩大概是 觉得靠俗世的王法 报不了仇 就采用了这种 极端的手段 喊来殷亲复仇 喊殷亲复仇 我觉得 非常的奇怪 难道 喊殷亲复仇 自己也得死吗 黄武臣 点了点头说 是啊 殷亲 那可不是随便能喊的 因为 阴间有阴间的规矩 阳间有阳间的法则 若是阳间的人 喊殷亲的亲人回来帮忙报仇 那就破坏了阴阳两界的规矩 代价就是 自己也得死 不到万不得已 没人会走这条路的 嗨 可怜呢 黄武臣说到这里 不胜的唏嘘 但是 我却忽然有一种 解脱的感觉 这两家 为了开框争利 很难说 是谁对谁错 但是脖子打朗 出手太狠 居然一把火 把卜家全家给灭了 但是卜家后人 也不简单 为了报仇 不择手段 竟然 炼制七阳童子 连害三命 即便是 卜家后代不死 老张也得把他给抓起来 亲自看着他 执行死刑 如果 这卜家唯一的后人 连仇都没报 就被逼了 老张心里面 也是很难承受的 虽然 在律法上 补给的后代 该死 但是 他又是受害者 也许这种结局 才是最好的结局 至少 不会让大家 太过纠结 老张听了 那黄武臣的话 沉默不语 他点了一支烟 默默的吸了下来 虽然 这样的结局 帮老张解决了一个难题 但是 他的心情 并不轻松 直到 一支烟吸完之后 他长长的 叙了一口气 唉 我没想到 这个案子 这么快就结束了 代表死了 看来明天 我不用再吃官司了 还可以啊 呵 再干上几年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 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你别说 这黄武针 往那里一坐 还真的像是一个老郎中的模样 气定神仙 比中医院的那些个专家大夫们 又拍头多了 不大一会儿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年轻 拿着一张药方 进入了药店 他本来呢 是来抓药的 但是 看了黄武针几眼之后 却不着急抓药了 而是 把药方递给黄武针说 先生 麻烦你帮我看看 这药方 对不对我的症状啊 我一看 这小年轻 面色无华 精神伟钝 一脸的菜色 走路漂浮 有气无力 顿时觉得 有点奇怪啊 这小子 应该比我还要小几岁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黄武针看了看 那一位青年说 来 你坐下 那个青年坐下之后 老老实实的 把胳膊 放在了黄武针的面前 黄武针 伸出三根指头 扣在这位青年的手腕 麦门上 然后 闭着眼睛 用心的感受着 那位青年的脉搏跳动 过了几秒钟之后 黄武针忽然的 睁开了眼睛说 小伙子 你这元气亏损的 很是厉害 粮仓里面 没有粮食啊 那位青年一乐 随即的 一脸傻笑的 看着黄武针 大概还真是听明白了什么意思 黄武针 严肃的看着青年说 你是不是 晚上一睡觉 就梦见美女 然后 就控制不住了呀 那位青年一听 一脸尴尬的 是连连点头 先生 这 这你也知道呀 黄武针说道 我是狼种 我能不知道吗 你现在 是金盔雪须 走路都没劲吧 是啊 浑身没劲 坐立不安 注意力 老是无法集中 心里面 老是想着不好的事情 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大学都没考上啊 那位青年是 不好意思的说道 黄武针听了说 你还没结婚 就成了这样 将来那要是结了婚 那可咋办呢 黄武针大概 是没在人间行过医 俗式的医生 一般遇到这种难言之隐 大多是不说出口的 只是随便的开点药 调理一下而已 一般医生 都不会把这种 打飞机的毛病 当成病 实际上 这是俗人的无知 人的甚远之气 一旦泄尽 人就会百病缠身 离死 那也就不远了 黄武针 不懂人间事故 直接点名 让这位青年是 非常的尴尬 但是 又对黄武针 是十分的敬畏 他有点 不好意思的说 我这到底是 咋回事啊 我也不想这样啊 黄武针说道 你长期 心思不干净 想着 那些个事情 这就 招了银鞋了 啊 招了银鞋 啥叫银鞋啊 小伙子 是吓了一跳 显然是 还不懂这银鞋 是什么概念 黄武针说道 这是因为你心思不干净 整天想着 那淫欲之事 若是不坐前犯科 就会犯那 那什么 若是犯了那什么 你就无法自知 一年比一年严重 到了一定的时候 就不用自己动手 晚上一睡觉 就在梦里面等着 若是男人犯了这银鞋 他就会 以美女的形象 在梦中出现 若是女人犯了银鞋 他就会以美男的形象 在梦中出现 用梦交的方式 盗取你的洋气 听了黄武针这话 那位精神伪顿的青年 是面色苍白 过了好一会儿 才说道 先生 不瞒你说 我十几岁的时候 不懂事 染上了这个坏习惯 刚开始 不小的厉害 过去七八年了 从来没看过医生 现在一入梦 就梦见难以启齿的事情 刚开始 我还以为是春梦 原来 是被缠身呢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黄武真 天的点头 没有吭声 那位青年 连忙说道 先生 救救我吧 再这么下去 我就不行了 黄武真说道 这个病 你光吃药不行 因为在你的心里面 晚上呢 还会出现在你的梦里 所以 你要在心里面 把这淫欲之念给赶走 心里干净了 吃药才能管用啊 我见黄武真一说话 就实打实的是直言不讳 把那个小伙子搞得是 脸红脖子粗的 担心他因为难堪 下次不敢来了 就笑着说道 哼 这位老先生可不是一般人 你能遇到他给你看病 那可是你的福气 那小伙子一听 连忙说道 是的 老先生看得很准的 黄武真想了想 拿几笔 开了几位药说 你身上的邪气很重 邪气不去 正气不升 你把这几位药 拿回去烧上半锅药汤 凉到温热的时候 从头上浇到脚底下 然后坐在大盆里面 全身洗澡 去除污秽浊气 晚上睡觉前 不要有不干净的想法 就不会再做这种怪懵了 小伙子是连连点头 黄武真拿起小伙子带着药方看了看 你吃了这个药 是不是晚上睡不着觉 灶热难当啊 是啊 是不是这药方有问题啊 小伙子一脸惊奇的看着黄武真 黄武真说 这个药方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有几位药不该加 气为血之帅 血为气之母 你现在血须不能够供养身体 可是药方里面加了这么多补气的东西 你本来就血须又加了补气的玩意儿 那得把有限的血液推得浑身乱窜 不能够养血安眠 晚上自然呢睡不着觉 把这味药去了吧 说着提起笔 毫不客气的把那味药给划掉了 先生 这药吃多久才管事啊 你要先把坏习惯给借了 否则吃多久都没用 这个药方我给你调理一下 先吃三个月 记住 这三个月你要禁欲 心中药干净 肾乃命之本源 贵如金 一次呢都不要有遗漏 否则你这个药也就白吃了呀 那位小伙子十分的感谢 抓了药高高兴兴的就走了 其实呢 这种病人很多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病了 因为这几年受到西方生活观念的影响 再加上受到一些一支半级的医生误导 很多人以为那打飞机是无害的 等发现身体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晚了 到医院看病 医生也不会重视 随便开点药 那就是敷衍了事 用他们的话来说 这是压健康 并不是病 调理一下也就行了 甚至治不治疗都可以 实际上 患者吃了他们的药 往往并不管用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 这个病的病根子 是在患者的心里 这不出的话 疾病难遇 患者心中不健康 也不知道手淫的危害 一边吃药 还一边打飞机 哪里会管用呢 黄武珍开始坐诊之后 药店的生意是明显好了起来 普通的草药到他手里 那成了灵丹妙药 很多治不好的老毛病 在他手中都是药倒病除 我爹看的是暗暗神奇的 佩服的那是不行 对他是极为的尊重 为了照顾黄武珍的生活 经常给黄武珍 带一些烤鸭烤鸡之类 可是黄武珍从来不吃 连闻都不闻一下 我爹给他专门收拾一间房子 他也从来不住 一到下班时间 就准时离开药店 从来不会在药店里 多待一分钟 黄武珍一走 我爹就悄悄的对我说 这老郎种手段倒是挺高明 可就是这脾气快了点 给他买的东西他也不吃 安排的住处他也不住 这么大岁数了 跑来跑去的多不方便呢 爹 你就别管他了 他在庙里休息 休息的人是不能随便吃东西的 晚上呢 也要回寺庙做功课呀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 那就随他便吧 我爹一听 恍然大悟 没想到 我随便编个谎话 竟然把我爹给糊弄住了 我爹离开之后 药店里面就安静了下来 夜色降临 华灯初上 但是城市的夜晚并不平静 我不知道这样的城市 隐藏了多少的赤美王良 他们或许是人 或许是寄生在人体上的妖孽 但是干的却不是人事 也许只有在晚上 才能够看清他们的本质吧 这是末法时代的特征 人非人 妖非妖 甚至连神坛上的神 也可能是魔鬼的化身 如果晚上没有特殊情况 我是雷打不动 要练功的 今晚也不例外 我关了手机 调整一下心境 打算的开始练功 这是我每天晚上 必做的功课 可是我刚刚入境没多久 就听到了 喷喷的桥门声 我一下睁开了眼睛 因为这不是敲 而是砸 他奶奶的呀 谁敢砸我的店门 我这心里面是生起了一股无明火 下意识地用天眼一瞄 发现药铺门口站着一个黑影 正用拳头垒着店门 我去 谁这么大胆 我正打算发火 猛然发现这个身影有点熟悉 这不是黄毛吗 虽然这个身影在我的天眼下 显得有些模糊 但是我还是认了出来 这个人就是黄毛 哥 开门啊 这小子在门外面 喳喳喳呼呼地喊了起来 他奶奶呀 真是这小子回来了 我一想到 他上次给我下了迷腰 顿时呢 是气不大一处来 蹭得一下子 就站了起来 往门外走去 我走到要点门口 猛然地把店门打开 这小子猝不及防 一头闯进来 倒在我的身上 我一把揪住他的领子说 好你个小子 竟敢给我下腰 哥 别 我姥姥来了 黄毛连忙 用手指的后面 是对我直眨眼的 我仔细一看 后面古人是站着石鸟 我连忙气腻地 拍了一下黄毛的肩膀 打了个孩儿 哼 原来是你小子 这么晚了 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哥 你可是冤枉我了 我给你打电话 你关机呀 所以我只能敲门了 黄毛说道 是啊 豆豆给你打电话了 没打通 师娘是笑眯眯地说着 我一看黄毛回来 师娘也高兴 于是就连忙说 哦 我忘了 把手机给关了 来 师娘 快快进来 说着 我把师娘 往药铺里面进 没想到 师娘说道 豆豆今天回来了 我们好长时间 没在一起吃饭 今天晚上就一起吃个饭吧 请吧 哥 黄毛嬉皮笑脸的 对我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我一看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的奥迪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